鮮花容易雕借 近年就興起乾燥花 可以延續花之尾 有本地年輕人 因為自小鍾情於花香 畢業後從事與鮮花有關的工作 14年 租借約100呎的樓上鋪開設工作室 投資超過五位數 慢慢見到成績 在17年底加碼投資創立個案工作室 主打乾燥花製作禮品 和商務精品等 投資額持續增加 目前收支常算平衡 店鋪負責人Conney說 在具濃厚文化起色的豐塘區 實現開店夢 期望為小城推廣更多關於乾燥花的美 令乾燥花藝術遍地開花 這個生意主要是以乾燥花為主 因為乾燥花的壽命比較長 所以跟鮮花有些不同 鮮花大家都很喜歡 但可能過幾天就會死 但乾燥花既可以有鮮花的形態 亦可以存放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相對地是以禮品的角度 它就有較優勝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我看中了的一點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說 乾燥花在澳門雖不是主流 但漸漸漸漸流行 今期個案店主在花藝方面有一定經驗 而且從樓上至地鋪經營一段時間 大概已經摸清客人口味和市場情況 根據資料 現在店鋪主要是人手問題 淡季時要請人可能有點困難 但旺季時就會應接不暇 这个情况表示平时店铺的生意其实不够 建议开发更多的市场 除了商务礼品之外 一些大企业又或者商场的恒常订单亦都需要争取 变成公司有稳定的基本收入 其实在我们的业务就分两个大方向 一个就是B2C直接对零售客户 另一个就是B2B是商务客户 其实最初我们都是比较做B2C多一点 做好多一些自己喜欢的商品出来 是送别人的礼物 所以变成我们去到后期 我们就觉得不如在一些商务礼品上 加一些花的元素 又或者加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元素在里面 令到商务客户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种特别比较温暖的感觉 这个亦都之后成为了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方向 中银中小企服务中心说 因应市场发展 同业竞争等因素 转以商业公司客户群为主 提供商业礼品栏、精品 基于市场同业产品较少 存有一定的优势 建议企业可以参加以文创精品为主题的展览会 又或是业门网上购物平台和银行合作 加盟成为网上平台销售商 又或是办理银行收单服务 成为银行收单优惠 令到所有持卡人和网购爱好者都能收到商务信息 加强宣传公司产品的力度 今年这个短期的计划 我们希望可以在网络上的营销策略 或者宣传 希望可以做到好一点 所以我们也推了一个新的线 就是婴儿的礼品 我们就用一些尿片 或者其他的婴儿产品 就做了一些蛋糕形状的一个礼物出来 令到收的人就是说 他们又开心 可以满足那个仪式感 同时你里面的东西也可以给孩子用 生产力中心就说 鉴于干花产品在澳门仍未十分流行 很多人尚未接受甚至未认识 所以建议经营者多进行消费者教育 例如可以透过网上平台 推出简单的教学影片 令到消费者了解有关的知识 干花的特点除了能够长久地摆放之外 还可以在产品进行一些多样化的设计 增加它的独特性 因此提升公司的包装设计 亦是很重要的事 适合在这方面多些功夫 一件产品的包装设计 图案模式 甚至是独特的字体和颜色的选择 都是加强顾客对产品的识别 现今的包装设计 已被视为产品的其中一个部分 甚至是必需品